我想请问师傅刚才说的业力业障是什么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之前我们家家人有学过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就听到过这个 可是我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 好像是之前哪辈子犯下的错犯下的罪 但是感觉我不知道 就是这个观念一直是从小到大我对它的认知 然后刚才师傅讲的业力业障 我不明白是就是它真正是什么意思 它为什么会障碍我们成长学习 好 我本来是尽量不讲这方面 本来是尽量不讲这方面 但是十几年来 十几年来很多学员他就是一直的要证明给我看 他是 他就是活在业力业障的世界里面 所以不得已还是要提醒了 那什么叫做业力业障 就是那些他根深蒂固的观念之间 不愿意打开心虚心学习 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重新来 比如说空海跟他讲什么 他就是怀疑 质疑 不信 有新的资料要给他 可以帮助他生命成长 他不愿意 有这些珍贵的资料可以帮助他 生命升华开启智慧 他不愿意 然后不愿意 又不认为自己在排斥或是不要 他又认为他很聪明 你这个不够好 这个不够怎么样 我什么那些才更好 什么那个才更对 就是不愿意把心打开 所以我常常提到 希望大家能够归零一个开放的心 来虚心学习 你真的能够归零的话 就没有所谓的业力 你真的愿意一个开放的心 你的生命随时都在成长 可是人 那个自我 他是很贪生怕死 他不愿意接触新的领域 他不愿意接触那个自我 所不想碰触的那个区块 因为空海所讲的都是 要我们回来 面对那个自我 要自我挑战 自我突破 但是人的那个自我 他就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 自己现实人生 有很多的问题 他不愿意去面对 他要找的就是要那些 麻醉剂 止痛剂 兴奋剂 安慰剂 我讲的这方面呢 是要让你把那些 去除掉 不要再麻醉自己 不要再欺骗自己 要如此回来面对自己 但是 很多人他是不愿意的 所以 十几年下来了 还是一样在那里拉扯 在那里拉扯 觉得空海讲的这个还不错 不错 但是这个还不够好啊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啊 结果呢 都是在 所谓 我讲的那个门外 门里门外 门里门外 进来又怕吃亏 又怕怎么样 怕东怕西 很多的防范 很多的不信任 结果呢 又把自己 又带出 那个习性 又把自己带到门外 所以 要知道 刚才讲的业力 就是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习性 观念之间 不愿意放 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 可以重新来过 也就是讲 更浅白一点 就是习气习性 这个习气习性 不是光只是动作 不是光只是动作的习气习性 是那个心灵的 内心的思维模式 运作模式 也就是他生命的运作方程式 他不愿意更改 不愿意更改 但是我所讲的课程 都是要我们去更改 进化我们那些 错误的观念之间 错误的方程式 但是一般众生 他是不愿意的 再来就是 再来还有一点就是 聪明反背 聪明物 他认为他很聪明 他认为他很会判断 很会思维 很会解析 比空海还更厉害 所以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一直的被自我所欺骗 然后一方面欺骗自己 一方面又去欺骗别人 但是他活在那个 麻醉的世界里面 他不知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业障 业力 把自己障碍住 也要 因为不甘寂寞 也要拉更多人 来跟他一起 浮沉轮回 所以如果你没有 政治正见 你没有正确的 观念之见的话 你要 跳脱出这样的吸引力 那个不容易的 有的人 他在听闻的时候 他觉得 有很多的法习 觉得蛮不错的 他想要成长上来 但是要知道 在你想要进化 成长上来的过程 很多的境界 很多的因缘 会把你拉走 有的是在考验你 有的是在考验你 有的是你个人的 就像你欠人的债 还没有还完 别人不放过你 就会设法把你拉走 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定力 明觉智慧不够 就像那个街道 街道中的那个棉花团 浮而无根 所以为什么空海都一直跟大家强调 要扎根 每一脚步都要实实在在的 去听闻 去消化 去求真求证 要扎根 如果你用功的程度不够 你就没办法扎根 没办法扎根 你的生命就像个棉花团 浮而无根 风从哪里吹过来 你就跟着吹走 所以所谓的业力 就是一个人的习性 根深蒂固的观念之间 不愿意归零 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 重新来过 我在讲阿安经的时候 前面一开始 就是从第零章开始 可是真能体会到 真能做到的不多 大家一样看过看过 认为看过几十遍 但是你就是不懂里面的神意 没办法真的去做出来 那个就是自己 所谓的聪明反背聪明物 自己被自己障碍住 我也没办法 就只能够静待姻缘吧 我是无常事的跟众生分享 那你要在那里数落批评批判 那是个人的姻缘 就随缘 你这里不需要 我就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 来跟众生分享 就这样 所以一样 我同样的把最珍贵的珍宝 来马来西亚这边 跟大家无条件 无所求的分享 那如果你不珍惜 我就只能够尊重你的选择 然后就是跟那些 要懂得珍惜的人 跟这样的人多分享 就这样 好